8月,我终于来到了这片心中的净土 像是在纪录片里的景色 这里有着明媚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泊 不同于夏日的热烈,秋风温柔地提起寻摆 走过这一片片风景 于是漫山遍野,都被染成了金黄色 赏一场风景,看一方人情 在8月的尾巴,我遇见了这场象雄旅游文化节 顺势阿里,冯盛慧,藏西欢歌,彻云霄 在这儿我亲身感受到了藏文化的豪迈之情 更是近距离地观看了一场跑马比赛 藏族而郎的欢声笑语,久久地响在我的耳边 我看见当地人民用自己的形式 将骨骼壁画上的内容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看见一场盛大的烟花秀绽放在阿里的夜间 在这个夜晚如此丰富多彩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得提前反悔 但是没关系,旅程中总是要有遗憾的 下次再见,希望阿里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